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说育苗过程中的换盆、分盆和缓苗 因为一开始育苗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是很确认种子的发芽率 一般都会在育苗盒子里多放1-2种子 你看看我这一个,盒子里头一共放了5个种子 可是很幸运的是,它们这5个种子全都发出来了 也或者有些朋友喜欢采用集中育苗法 出苗以后采取优选法选出强壮的苗 随着幼苗的不断长大,小苗之间相互强养料 而且容器太小,也会影响它的根系发展 所以在小苗长大以后,我们需要给小苗分一次盆 或者把太小的育苗盒换成大一点的 多伦多地区的朋友,如果在春天开始育苗的话 现在差不多刚好是要给苗分盆的时候 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另外也说说给小苗一盆换盆后的缓苗过程和注意事项 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好比这一盆里头有5颗小小的西红柿 我们就把它全拿出来 然后把它分开来 我自己觉得在分盆之前不要浇水是最好的 这样它的土比较松散很容易就分开来 当然缺点就是分下来的苗上可能不会带很多土 小花盆底下装一点土,然后把要装进去的苗放在里头 一开始的时候适当的放深一点 然后把土夹在育苗盒里,围着小苗慢慢的把它都装进去 装好了以后颠一下 然后注意看,把小苗轻轻的往上拽一拽 这个时候它的根就会伸展了 然后把周围稍微压紧一些 使得苗可以站立在周边再继续的加土 加一点土用手指头轻轻的把它们压一下 然后再继续加,这样就换好盆了 现在来看看这个灯笼椒的苗,这里头出了两棵 同样的把它倒出来,用手把它掰开 这里因为只有两棵苗,所以每一棵苗上带的土都比较多 准备一个小盆,把整棵小苗连土一起放到育苗盆里 然后在边上加土,这个就容易很多了 因为基本上它的根是不会被伤到的 装好土以后用手指头轻轻的压一下土 使得小苗直立 如果土不够就再稍微多加一点就行了 这样就换好了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当时我用育苗块种的小茄子苗吧 同样的,那个时候因为这个育苗块的苗发育的不够好 我是担心它不够肥料,所以后来就把它装在小盆里了 如果你的苗种在育苗块里长得很好 但是到后来根都长出来了,这个盆不够大了也是要这样做的 把小苗放好以后,同样的在旁边放土 然后把它压紧就可以了 不论是换盆,分盆或者移盆 操作完了以后都要浇水 使得小苗和土壤能够紧密的结合 这样才有利于它的恢复 移苗以后都有一个缓苗的过程 这个缓苗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小苗换盆以后的适应过程 而且在换盆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伤到根 这个缓苗的过程也就是给它们一点时间重新适应并且恢复的过程 通常大家就管这个过程叫做缓苗 缓苗很关键的就是在换盆以后要浇一次透水 使得根和土壤能够紧密结合,帮助它们恢复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做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缓苗过程中 尽量在两到三天的时间里不要晒大太阳 放在温暖通风的地方让它们休息恢复 我这些放在室内,这些小苗还是很渴望阳光的 你注意看,它们都朝一个方向倾斜着,拼命的追逐着太阳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移苗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伤到一些根 小苗在新的环境里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 所以这个时候施肥就不大合适了 一般情况下小苗需要两到三天的缓苗时间 有些苗可能需要的时间会长一点 我判断的标准就是看到小苗都站立起来了,叶子也有了精神 基本上就恢复了,缓苗期间叶子有点发黄也是正常的 缓苗过后就可以和之前一样施肥晒太阳了 浇水的时候也要注意,你看这个虽然表面已经干了 但是挖开来看看底下还是挺潮湿的 这种情况下就尽量不要浇水了 特别是如果是同一批换盆的,你看它这个盆还这么潮湿 说明它的根还没有恢复吸水功能 在照顾的时候就一定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要浇多了水 当然在换盆的过程中也是会有损失的 好像这个小盆,因为它这个盆大小还可以 所以就没有换盆 这个大盆的在换盆的过程中看看它的叶子 不小心就被我碰伤了 但是这个不要紧它肯定是会恢复的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